Hello 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啊 我是小坏蛋小月 上次答应你们要唠一唠我和豆豆小时候的故事 现在就来兑现承诺啦 我和豆豆在空岛上出生 我俩同龄她比我稍微大一点 加上她的家和我的家只有几步远 理所当然的我们就成了最好的朋友 经常一起玩耍 别看我现在大大咧咧的 那时候的小小月性格可害羞啦 小豆豆的性格也不像现在这样殷勤不定 一会儿怯懦一会儿莽撞 她小时候就很激励勇敢 所有的大人都把她夸得跟一朵花似的 我俩性格虽然完全相反 但是却很合拍 记得有一次我俩一起去林场玩耍 对啦 那时候的林场是我现在的几百倍那么大呢 我们在林场里一直走啊走 总算找到了一条小溪流 于是我俩停下来就地生火做饭 炉子是她从家里带的 野鸡也是她在路上拿的 我就只顾着吃 但后来她实在看不下去了 说 小月呀 就你这吃鸡的速度 我就算有十个龙肉有十只手 也来不及烤给你 我说 怕什么 将来都我长大了 做个那种能自动烤鸡的机器还你 让咱俩都能吃个痛快 然后我俩就拉钩啦 虽然这些只是小时候的玩笑话 但是我一直都放在心里 希望有一天能实现它 哎 真是可惜 我的机器做失败了 嗯 说出来这个故事怎么感觉勇气倍增了呢 未来逗逗 我不应该随便放弃 好啦 冲振旗鼓 再去机器抵蓝看一看 哎呀呀呀 我手里拿着小麦种子 这些小鸡都跟过来了 正好正好 让我将你们一网打尽 给我下去吧 哈哈 哈哈 一只一都不能放过 我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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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推推推推 哈哈哈哈 嗯 应该差不多了 下面的小鸡们现在应该挤得很难受吧 既然你们如此难受 我也不能放过你们的同伴呀 让我把散落在空岛的小鸡 都杀个片甲不留 嘿嘿嘿 好啦 亲爱的小伙伴们 如果你们还想听我和豆豆小时候的故事 就请点赞吧 拜拜 拜拜